我記得在小時候 在農曆新年拜年的時間 小時候無聊 就跟親戚坐在電視前看電視 當時電視機旁邊 正在轉播英格蘭一場足球比賽 那次我第一次看球 不太懂得只知道一隊紅衣隊 一隊白衣隊 坦白說那場球真的很好看 每次那個紅衣10號在左路拿到球 一推入禁區 就有幾個白衣的球員總衝過來想攔截他 但他是這樣 一個假身一球一推 那就是過了幾個人 然後衝到底線一出一個球 在龍門之前其實有一堆人 但突然之間紅衣的9號 兩片鬍鬚 衝出來飛作一頂 那個守門員完全沒有反應 球已經入了網 我身邊的親戚 表姨長、舅父、表哥 我完全是去到一個亢奮的狀態 哇 那我小時候不認識 我就很驚訝 哇 這麼厲害 這麼好看 從那時開始 我就突然知道這隊紅衣球隊 就叫做利物浦 那時應該是80年代的中後期 是利物浦的盛世 那時是杜葛麗雪 Kenny Dalglish 是任領隊 前鋒9號兩片鬍鬚的Ian Rush 中場10號 John Barnes 巴尼斯 那時利物浦是經常知 蓬佩辦聯 那時是中游分子 現在我那時 是開始成為了利物浦的球迷 最慘的事是甚麼呢 好景不常 利物浦在90年代初開始 隨著有幾個很重要的球員退役 加上領隊 班主 很多錯誤的決策 搞到成績真是一落千丈 特別在近十年的裡面 很多利物浦的球員 球迷都說自己很慘 為甚麼呢 因為他不斷想著有希望的時候 而到最後 不斷地去失望 每個球季開始之前 其實我們都有紅心壯志 從死敵的曼聯拿回聯賽的冠軍 但問題就是 每次都未到達球季的中段 我都已經知道 其實球隊是不可能得到冠軍的 一年是這樣 兩年是這樣 五年是這樣 十年是這樣 其實你心味都淡了 有幾次 你充滿著盼望 想著 行了 誰知道他又可以 真是不知為甚麼 跌到新的低點 你真是猜不到 2013年 我記得 那次 想著十拿九穩 可以拿回聯賽冠軍 誰知道就是一個錯誤 很致命的大錯 以至到 又再一次公歸一跪 利物浦已經有28年了 28年了 沒有試過拿一個頂級的聯賽冠軍 那種 好像坐過山車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的 一些當當的滋味 你身體如果不好 真的不要看利物浦 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年來 剛才說 我自己看球 我認識過很多次機 中途認機 來場就算了 我還是不要看我下場才看 甚至乎我試過 想著認機 算了 我不看了 下一個球櫃才再追過來 做一個利物浦球迷 你說多麼沮喪 坦白說 你捧一隊球隊 你就說可以而已 可以中途適機離場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 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經常都是高高低低起起 跌跌伏伏的人生 你猜你會怎樣 你猜 你本來想著大學畢業 一出來就出來社會做一番事 幹一番事業 但是你大學畢業的時候 卻一直都找不到工作 而你爸爸又剛剛失業 結果你家裡沒有了一個 很大的經濟支柱 結果困難是甚麼 你的公交交易有困難 你家人 特別是你爸爸 給你很大的壓力 無奈的 因為你是一個大學畢業生 你剛出來工作 應該要為家人做些事 其實你知道 你很想為自己 為家人做些事 不過你無能為力 你經常在想 究竟怎麼辦 而你呢 你本來有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在上市公司上 做一個中層的管理 不過在上個月公司裁員的時候 你竟然成為那個受害者 你都想不到 到現在你還是完全接受不到這個打擊 你每天突然間很早起床 紮醒起床 打算上班 但結果 你令你心力膠水 心神彷彿 做很多事情 都提不起勁 你呢 你今年 一年就踏入了 剛剛是45歲左右 在你婚姻的裏面 其實你經歷了很多困難 你受了很多委屈 其實你都知道 你和丈夫的關係 其實有很多問題 但直到一年之前 你已經分開了幾年 做太空人的丈夫 突然間告訴你 要跟你搞離婚 你本來還抱著希望 要去挽救這段婚姻 但現在 所有的希望都徹底的幻滅 你心底裡有一份極大的無力感 令你久久都不能夠釋懷 而你呢 已經有很長很長的時間 沒有開心過了 結婚超過了二十年的太太 在三年之前很不幸 因為急病離世 你每次 想起你和太太過去的往事 你想起你和她生活的點滴 你心裏忍忍著痛 你一直哭 你不知道怎麼辦 你問自己 究竟我下一步 我可以怎樣走下去 我看見你 你心裏忍著痛 我問你們有否有試過一些很類似的經歷 是的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在你 你 你 你的身邊 其實不斷地鼓勵你 安慰你 但這些鼓勵 這些安慰 越來越覺得好像很軟弱無力 因為從你起床 打開你的眼睛開始 那些痛苦 那些困難 那些焦慮 甚至乎那種無力感 衝著你來 而一時之間 在你周圍 就離蠻著那些很沮喪的味道 其實我想告訴你 我想告訴你 先知哈巴谷 其實同樣都生活在一個很充滿焦慮 沮喪的境況裡面 哈巴谷出生在以色列南國 猶大國的末期 那時神的子民的道德 和贖令的光景都非常低落 那時整個國家都是充滿著不公義 在以色列的國內 充滿著偶像 上帝的子民 竟然陷入在那些偶像崇拜的裏面 而當時你才知道 你很想做些事 但是你無能為力 那時的生活 真是變得很可怕 國內充滿著強暴 紛亂鬥爭不公義的事 暴力衝斥著耶路撒冷的街頭 貧富越懸殊越大 不移性的公義 律法被扭曲 但是那些以色列人腐敗的領袖 竟然完全都不理 結果 二人受苦 問題是甚麼 問題是這些光景 這些景況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 而上帝的子民生活在那些領袖裏面 知道這個社會的敗壞 但是他竟然心裏面無動所蹤 那些人 似乎 似乎那些人好像不想 又或者他們根本沒有能力作出任何的改變 哈巴谷是當時實在很困苦 很困惑 他很驚訝 為甚麼上帝你竟然容許以色列的罪這麼久 他在抱怨上帝 為甚麼你對罪上帝 為甚麼你對罪似乎好像不聞 不聞 耶穀說我懇求你 你不遲聽 要到甚麼時候 我向你呼求有狂暴的事 為甚麼你不理 你卻不拯救 所以為甚麼你不聽禱告 所以為甚麼你不理罪惡 所以為甚麼你會容許以色列的罪 不斷的爭奪 你可不可以快點來到這裡 扭轉整個局面 不要再袖手旁觀 上帝有回應哈巴谷 他上帝說 他很清楚知道自己人民的腐敗 他說 我一定會來到這裡向罪施行審判 上帝告訴哈巴谷聽 當你們看到你們當看列國 要定征觀看 就大大的驚奇 因為在你們的日子 我要做一件事 即使有人說了 你們也不會相信 就是興起加勒底人 佔領便宜的家園 上帝要做一件難以置信的事 就是要用加勒底人 即巴比倫 來執行他對猶大的審判 其實你應該可以想像得到 上帝沉默了很久 上帝沒有做事很久 但是他現在說一做事 他就要興起巴比倫帝國 來施行審判 而追爆的那點是甚麼呢 你要知道 上帝根本上沒有對巴比倫有任何的幻想 甚至上帝是直接了當地說那些加勒底人有多殘暴 而上帝是知道他們殘暴 卻是仍然用這群人來施行他的審判 巴比倫入侵一個國家的時候 他所做的事就是摧毀 他們會勞勞很多的賤夫 多得好像陳沙一樣 不僅僅是人 所有的農作物 那些動物 所有樹木都不會留守 聖經怎麼描述呢 他說他騷擋他們佔領的地方 好像如烈蜂的吹過 弄得沒有了 甚麼都沒有了 哈巴谷對上帝的回答 簡直是完全接受不了 是超級的驚訝 不可能 哈巴谷質問上帝 為一個聖結 美善的神 你為甚麼可以用一個這麼腐敗 又有更有罪惡的國家 來審判你自己的子民 哈巴谷真的很大膽 他要求上帝 麻煩你解釋 你解釋吧 他還提醒上帝 上帝說 如果你真的把巴比倫人 帶來耶留撒冷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們根本上 沒有人可以生存下去 上帝 上帝為甚麼會這樣 聖妹 你可以想像得到 當時哈巴谷其實會有多沮喪 他完全不能夠接受得到 甚至乎去到那個點 他要避免 他要避免離場 他自己離開了 坐在城牆上 他說他要看看上帝如何回答他 回答他的質問 這段訊息 翻譯得最貼切的 我看著這段經文 上帝竟然没有恨哈巴谷 甚至乎他没有任由他算数 上帝回答他 上帝说 上帝对罪的审判 是会必然临到 二人是会恩信得生 上帝是care about哈巴谷所关心 上帝说二人会留下 你不需要害怕 以色列人是有盼望的 你不要怕 上帝就用了五个禍灾 去宣告巴比伦的罪 他要将面对审判 和结局 那个劳略人的巴比伦 将会被抢夺 贪财不移的巴比伦 他会配上命 那个残酷不仁的巴比伦 将会被焚烧 醉酒放荡的巴比伦 将会被羞辱 而那些巴比伦人敬拜沉默的偶像 都会在全能上帝面前默默无声 上帝仿佛 就是很想告诉阿巴谷知道 想确保他明白 清楚 上帝是知道巴比伦人的罪 而在锁定的日子 审判是必然 而巴比伦是会灭亡 当上帝 去将他自己的计划 解释 或者不是解释 说了给哈巴谷知道的时候 就在那个时刻 似乎 哈巴谷好像明白了 他明白了究竟是谁 谁才真正掌管一切 究竟是谁才真正掌控了历史 究竟是谁才真正对他的子民好 是我们的上帝 并不是巴比伦 虽然 当时 什么都没有改变过 虽然 以色列当时 仍然都是一团的糟糕 巴比伦仍然会来破坏 但是就是这个最坏的时候 哈巴谷决定 想选择相信上帝 他向上帝祷告 他在这里宣告上帝大能 宣告上帝的美善 哈巴谷恳求上帝 再次显明他的大能 复兴他的作为 他在这里说 上帝的临在要来出现 当你的临在出现的时候 全地都会震荡 列国都会惊散 当哈巴谷述说上帝的作为的时候 当创造天地的主 大能的勇士出现 去对抗敌党仇敌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上帝的公义 最终是会走回正轨 他是会拯救救败他的百姓 他是会拯救他所高纳 当哈巴谷一路讨告 一路赞美 一路宣告 一路述说上帝的大能的时候 你看到吗 他里面的沮丧 完全在没有那个位置 去发芽生长 而最令我出奇的是什么 最令我出人意外的是什么 哈巴谷竟然这样说 虽然无花果树不法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里不出的粮食 圈中断了阳 彭内也没有牛 然而 我要因耶和华欢恩 因救我的神而喜乐 不是沮丧的吗 不是沮丧的吗 哈巴谷 不是 我要因耶和华欢乐 因救我的神而喜乐 虽然当时世界是在崩溃着 周遭的事 满布着沮丧 而他自己面对 看着那些以色列的文 完全眼火爆 但是哈巴谷仍然相信 上帝是真正掌管着一切 他昨日 今天 直到永远 都是好 永远不会改变 这个就是哈巴谷 那个信心 但最可惜的是什么 对我们一帮信徒来说 现在很多的人 很多的信徒 无论在你祈祷的时候 在你分享的时候 在你感恩的时候 我们说的说话形态 都跟哈巴谷很不同 弟兄姊妹 我们的说话形态 其实是反映着我们的信仰的本质 我称之为 the grammar of faith 信心的文化 怎么样 你近来好吗 OK 自从上次跟你聊天之后 我一直都为你祈祷 你现在怎么样 上帝真的听我讨告 上帝真的很好 我的痛完全没有了 不过 你知不知道 我当然还有点点痛 我还有痛吗 是有点 总之就有点点痛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现在痛有多强烈 一到十 一就是没什么痛 十就是很最痛 你现在有多强烈的痛 1.52 真的都痛的 1.52 OK OK 那好吧 我继续为你祈祷 那你最近有什么 最近有没有新的东西 上帝真的很好 上帝真的给了一份新工我 那就是数 不过 你知道这份新工 每个礼拜都有deadline 虽然不用OT 不过真的很累 我听到 I hear you 我听到你 那你家人怎么样 我很感恩 我很感恩 上帝真的给了一个很好的妈妈 很好 他照顾得很好 又煮饭给我 吃东西 照顾得我周到 不过 你知道 他说 他经常说我出来工作 出事做事就有点责任感 经常叫我执房 你知道我很多工作做 很累 哦 这样 那你帮我问候 你白母 好吗 OK OK 我最近有些苦恼 你有些苦恼 什么事 我为夏令会祷告 就是为夏令会的天气祷告 特别的 上帝真的回应了我祷告 整个夏令会期间的天气 真是异常地好 我真的感谢主 不过 唉 唉 你什么呀 你什么呀 你知道了 我们夏令会 我不知道这些对话 有没有似曾相识 当然我现在有点夸张 我很夸张地 唉 但我只是想指出一件事 我们的说话 那些形态 我们说话的时候 有没有 用那些字眼 用那些摆位 完全是直接影响着我们说话时候的全译 也都反映着我们当时的信 虽然上帝很好 不过就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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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很感恩 不过就有很多不信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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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上帝有能力 不过就有很多困难 我们这样的分享 我们这样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感恩 其实反映着我们当时的信心 你看到 我们将整个的着眼 完全是放在我们眼前的困难 困局的里面 而不是上帝的好 不是感恩 甚至上帝的大能 最遗憾的时候 这些说话形态 在我们信徒当中 其实真的很普遍 你记不记得加巴谷 加巴谷在最初的时候 跟我们很多人都一样 他说话的时候 的重心 永远都是放在挑战 问题 困难 痛苦 邪恶的身上 人民充满好处 很多的强暴 巴比伦实在太过强大了 为什么邪恶会得胜 结果当时 哈巴谷就陷入了 在困难沮丧当中 到了后来 当上帝介入 去显明 他自己计划的时候 哈巴谷就明白 他再次重新 去调整一下 他的思维 他说 虽然 虽然 当时 其实哈巴谷 仍然有很多 大把 大条道理理由 用一些很 人之常情的 说话形态 去 和文化 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就是 很大条道理 他可以这样做的 就是 虽然 耶和华是救了我 虽然 我可以借着他 欢恩 但是我现在 无花果 葡萄树 橄榄 树 田地都不行 又没有牛 又没有羊 你说 我有多艰难 他大条道理 可以这样 哈巴谷 是不是这样 不是 哈巴反而 他很坚定地说 虽然 无花果 树不法旺 虽然葡萄树 不结果 虽然橄榄 树也不效力 虽然田地里 不出粮食 虽然圈中断了药 虽然牛 棚来 没有牛 然而 我要恩 耶和华 欢恩 恩救我的神 而喜乐 不是沮丧的吗 不是 不是 而是 我要恩 耶和华 欢恩 恩救我的神 而喜乐 等着我们 真的需要 去留意一下 留意我们 我们的 讨告文法 我们的 分享文法 我们的 感恩文法 我们的 信心文法 实际上太多的时候 将我们的 说话形态 我们的文法 完全 调转了 所以在 未来的星期的时候 我很想 给大家一个功课 当你 和你的 先生 或者老公 聊天 当你 和妈 或者爸爸 去说话 当你们 在小组 分享 分享什么 感恩 分享 代讨事项 的时候 不如 你们试下 留意一下 留意 我们 这些 信心文法 要记得 那个 着眼点 绝对不是 放在 那些挑战 和问题 那里 而是 放在 爱我们的上帝 会拯救 我们的上帝 的身上 我不知道 你们 有没有 在这里的 电影师妹 有没有 见过我家人 我太太是Joyce 我女儿是Hannah 在很多人的眼中 Hannah看起来 其实真的很 很可爱 Precious 你现在看到我 我看起来 其实我很开心 很积极 很正面 生活得很精彩 这些是真的 我真的是这样 不过当我想起 以前 其实Joyce和我 我也经历过 很多的困难 痛苦 沮丧 甚至乎 愤怒的时候 我跟很多人一样 很多人和很多人一样 我在沮丧的时候 我曾经质问过上帝 为什么你会这么沉默 上帝你在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 我26岁结婚 在几个月之前 我就是我和Joyce结婚的 16周年的纪念日 其实Joyce和我都一直努力 想建立家庭 Hannah现在三岁半 你懂得计算 你就会知道 我们为了要有小朋友 这件事 其实困难了多久 超过十年 结婚在大概五六年前 有一次 Joyce真的试到自己 哇 有了 有了当然很开心 对不对 不过我说真的 那时候我以前经历了太多的弱程 我虽然很开心 不过我都尽量调低 我自己的期望 我就尽量调低 Just in case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 那会不会这么伤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订阅了 看家庭医生 我们走去厌血 最初厌血的结果 其实很顺利 那你就开始想 就想漸漸地 你就開始相信 這次真的可能成功了 但有一天 Joyce就發現自己身體裡有些很奇怪 有些不舒服的事情 不舒服 之後她就發現了有些Sporting Sporting 你知道對人婦來說 完全不是一些好的事情 而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 護士打來 我們想你快點來見醫生 通常護士叫你立即打來 讓你去見見醫生 通常都不是好事 你心之不妙 但是過程很長 所以我長話短說 醫生就再次確認給我們知道 那個未出生的胎兒 沒有了 當你覺得前面看起來 一片光明 當你以為 你可以撥開雲霧 就是一片的青天 突然間 突然之間原來是空歡喜一場 你再一次被那個現實 去刺透你的心 我是失望的 我很痛苦 我沮喪 我甚至憤怒 等一下 我想你明白 Joyce 我在這麼多年以來 一直想努力去懷孕 去建立家庭 你試想像一下 在這次 Miscourage發生之前 我們不斷一個月 又一個月的嘗試 但是就一個月 又一個月的失望而回 而在這十年裡 我們已經被失望、痛苦 甚至困難 衝擊了一百二十幾次 給你會怎樣 是你試過失望和痛苦 但你有沒有試過被失望、痛苦 衝擊了超過一百二十幾次 而是連續地被失望、衝擊一百二十幾次 有沒有試過 我給你會怎樣 你會有什麼反應 坦白說的一段時間 我覺得自己的世界其實很灰 很灰 原來我很難去接受 原來現實是這樣的 我問上帝 上帝怎樣 一對結婚的夫婦 彼此忠誠 其實只是想擁有自己的家 其實是否很過分才要求 我不斷地呼求他 其實上帝有回答過我 他有安慰過我 他甚至乎答應過我 但這樣又如何 現在事實就是 一切都未發生 我記得 當時我真的很心痛 我很氣餒 我很失望 我很沮喪 我是法老 我是生氣上帝 我是生氣上帝 為什麼你這樣 如果你問我 在當時生命中最黑暗 最壞的時候 究竟是怎樣走到現在 我會告訴你兩件事 我只會告訴你兩件事 就是我當時 仍然信得過上帝是好的 他時時刻都是美善的 第二件事是甚麼 就是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上帝在我生命之中所做的一切 是他會再保守我的 他是會再拯救我的 而就是這兩件事 就是我們和Joyce 由始至終都堅持住 捉住 我們就是這樣靠著上帝 走到現在 在這段生命追蹤最黑暗入紙裏 我其實經常和我的朋友 分享我和上帝的經歷 2009年的時候 我這樣寫 痛苦 掙扎 失望仍然在 但當我回顧每一天 我可以全心全意告訴你 你們聽 我是蒙福的 那些不安掙扎失望 沒有消失到 但你知道嗎 上帝向我保證一件事 祂是可以 我是可以來到祂的私恩寶座前 得到廉溫mercy 得到恩典grace 然一一年 我這樣寫 儘管我有時看不到前面的路 但是我就是這樣抬頭仰望上帝 祂永遠和我一起 祂幫我們 祂幫我們 永遠 2012年我坦白跟上帝說 我寫這樣寫 我真的不好 我真的不好 上帝上帝說 我會保護你 我會祝福你 我會祝福你 你是我的羊 是我草場上的羊 我是耶和華 你的上帝 到了仍然三年 我就這樣說 老實說 老實說 2013年 上帝的家 和我自己的家 都充滿失望 充滿痛苦 充滿沮喪 但我不會忘記 上帝的慈愛永遠不斷絕 祂的憐憫永不止息 祂每天早晨都是新的 祂是信神永遠都這麼廣大 上帝就是我們的份 我盼望在祂裡面 所以我可以仰望祢 李姊妹 當我一直讀這些訊息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你 當然 當時的失望 痛苦、失敗、沮喪 甚至乎那些憤怒是很真實的 不過當時我和Joyce 是僅僅的 仍然堅持的選擇 相信上帝的應許 相信祂時時刻刻都是尾善 相信祂是好的 所以在我生命中最刻暗的時刻 我就是這樣靠著上帝 幫我們一步一步走過去 都列營14年 我真的這麼捨 Joyce 我想和你分享 和你祝福 去慶祝上帝的信實和美善 今天是12月5日 2014年 我想和你分享 Joyce 懷孕第十九週 我會不會讓你站在一起 我會想和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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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 他每次都很好 我只能相信他 所以我很鼓励你們 當我們回應的時候 不如你試試 你試試 緊緊地捉住上帝的尾線 緊緊地向他呼求 因為他實在是會來幫我們 上帝大量的磅秘是會保護我們 因為我們的神永遠都是在大水之上 Be still and know He is our God Hallelujah Fall to me Within your mighty hand When the oceans rise and thunders roar I will soar with you above the storm Father you are king over the flood I will be still Know you are God Fall rest my soul In Christ alone Know He is come In quietness and trust When the oceans rise and thunders roar I will soar with you above the storm Father you are king above the flood I will be still, know you are God When the oceans rise and thunders roar I will soar with you above the storm Father you are king above the flood I will be still, know you are God 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 你现在可能面对着一些困难 很困难,很沮丧 甚至乎你没办法,没办法走得出来 你甚至觉得上帝很难相信你是好的 在我当中可能有些人 说他被很多重担 在困扰,压迫,很想放开 但是你就是做不到 你觉得很困难 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带着有多少困难 伤痛、失望、沮丧,来到神殿里面 但我知道我们可以将这些东西 带到我们上帝面前 尽然伤心、尽然失望、沮丧 但你仍可以选择我们的上帝 是好,可以顺靠祂、捉紧祂 因为祂时时刻刻都是美善 我们试试呼求祂 我们试试在祂里面找到安息 And be still and know He is our God Always good Always good When the oceans rise and banders roar I will soar with you above the stars Father, you are king over the flood I will be still, know you are God When the oceans rise and banders roar I will soar with you above the stars Father, you are king over the flood I will be still, know you are God When the oceans rise and banders roar When the oceans rise and banders roar I will soar with you above the stars Father, you are king over the flood I will be still, know you are God 你知道我们宣布,我们讨告 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永远都是好 祂会帮我们隐藏在祂膀的阴碑底下 祂大量的防备会保护我们 我们是可以在祂里面得住安息 因为祂是那个全能的上帝 当大宿翻腾 当波桃空涌 我们就呼求你的名 And we know We will be still And know That you are God When the oceans rise And thunders roar I will soar with you above the storm Father, you are king over the flood I will be still, know you are God I will be still, know you are God I will be still, know you are God 主要我就尝试 让这一刻开始 你凭信心的相信你 我们会试试抓住你 抓住你不放 到底 主啊,回应我们 我相信 你已经听了我们每个人的祷告 因为我们的祷告 是奉我们救赎主 耶稣基督的命一扣 Amen 看见怎么样请坐